今天的影片呢 是要帶你們一起去看美網 那我其實從高中開始就還蠻喜歡看網球 因為我之前非常非常喜歡Jokovic 喜歡他的程度呢 是我可能會在電視前面 想要親他的那種喜歡 就是蠻誇張的 那後來呢 其實他就發生了蠻多事情的 我後來對他這個人的人格也有一點點 就是疑惑 雖然說我看他打球的時候 大概就了解到這個球員的個性 但是後來拒絕打疫苗啊 之類的事情就覺得 好像沒有到那麼喜歡這個球員了 但是他打球我還是非常非常喜歡 那為什麼我覺得一生一定要看一次美網呢 也不一定是美網啦 我覺得只要是大滿冠Rain Slam 都很值得看 因為大滿冠算是網球裡面 除了積分跟就是聲望啊 什麼都是最高的賽事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一生能夠去體驗一次這種網球最大的賽事的話呢 就還不錯 那因為我剛好人在紐約嘛 所以就想說可以帶你們一起去看美網 我之前還在台灣的時候我自己非常非常想去看澳網 因為覺得澳洲離台灣比較近 然後澳網算是一整年的第一個大滿冠 他會在1月 法網是在大概5月底6月初 然後再來是溫布敦 在倫敦舉行 是6月底7月初 然後再來就是美網 大概是8月底9月初 其實這次不是我第一次看美網 因為我之前就非常喜歡網球 所以我剛來紐約的時候呢 我前幾年幾乎 前兩三年好像都每年都有去 然後是直到近幾年 因為我沒有這麼熱愛 然後我就沒有去了 我印象中有一年我還 去看他練習 就是非常非常近距離的看到他 然後就覺得心情非常好 那這次呢除了是拍片之外 也是陪朋友一起去 想說再次體驗一下美網 那美網打的地點呢 是在紐約的皇后區 在Queen's 離我家大概30分鐘的車程 就是我搭subway的話 搭地鐵的話呢 就只有一種方式 只能搭紫色的7號線 往flushing的方向 然後要在Mats Willett Point下車 然後那個算是 往flushing的倒數第二站 因為最後一站就是flushing 下地鐵之後呢 大概要再走5分鐘 才會到入口 然後入口的地方 會先進行安檢 他們在排什麼啊 發現是 American Express在發 那個現場轉播的耳機 所以我也去拿了一個 然後我覺得 買網球票呢 其實好像沒有這麼的簡單 因為他不是像比如說 NBA或是什麼 他比賽基本上是排好的 哪一天是什麼 你就是買了那張 你就去看那個球隊 可是因為美網呢 他可能就是 晉級的球員不一樣 所以也許 你今天想說我 我想要看誰 那萬一他受傷 或是他 輸了 下一場就沒有他了 這個算是在買票的時候 會有比較多 不確定性的地方 我之前有一次是 想要看Djokovic 然後我沒有算好 假設是16強或是8強或是4強 他都是 兩天 連續兩天 然後是不同的球員 有晉級的比賽 所以變成說 我不知道Djokovic是 第一天還是第二天打 然後你要去看那個賽程表 去算說 他可能會在 哪一天打 依照我過去的經驗呢 只要是 排名比較前面的球員 比如說世界排名前五那種 類似Fader Nadell 或是Djokovic 這種球員的話呢 通常他們的比賽 都會是 在晚上 然後 呃 或是在第二天 我們稍微逛了一下 這個US Open Collection 但是裡面的衣服呢 實在是 非常非常的醜 我實在是不知道到底 呃 怎麼人會 花錢 買這些衣服 人家都都往這邊走 應該是這個方向吧 我一直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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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自然 那在這邊驗完票之後呢 他就發給你一個 杯套 你看看 給我看 我看 太多轉了吧 我们这次买的票呢是在第三层楼 因为开头是323 然后U牌是从A到Z的U牌 所以其实算是蛮后面的位置 那买票的时候到底要买哪个位置呢 其实这因人而异 那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坐在球员后面的位置 就是像是在看电视的视角 那那个位置通常也是最popular的 所以在球员背后的位置呢 通常票价是比较贵的 那当然也有分层 就是如果你是越前面的话就会越贵 那相对如果是在两边的话呢 票价就会比较便宜 我上次好像也有拿这个radio 可是我自己其实忘记了 但我自己在现场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radio是非常非常好的 因为它其实就像是在看电视一样 除了可以听到就是现场转播员 正在转播的声音之外呢 它打到球的那个声音也是非常清脆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帮助 你在现场看球的一个东西 有人发现它是谁了吗 没错 它就是stranger things里面的演员 那个警长hopper 我们这次主要想看的是男子单打 所以我们七点多到的时候 女生才刚开始打 那因为两个球员我们都不太熟悉 所以就决定先来外面的园区逛逛 然后看一下吃的 这边整排卖吃的东西呢 大部分都是美式的 不是披萨就是汉堡或是热狗 然后有冰淇淋 然后好像也有一间中式的 但是应该就是那种 American Chinese 不是非常道地的亚洲食物 那因为我没有去过其他的大满关赛 所以就美网的场地来讲呢 它其实里面非常非常大 除了球场之外呢 有很多地方可以逛 有很多赞助商他们会有一些自己的堂位 然后可以去体验一下 所以我建议如果你是要看晚上七点的比赛 通常不会七点准时开始 所以你可以大概比如说六点半左右到 然后在那个园区里面逛一下体验一下 那我们这次进去的时候 女生才刚开始打 我们大概七点半左右到 然后直到大概八九点 还是快十点男生才开始打 我们本来想在外面看电视墙 等到女生打完之后再进去 但是后来发现拖太久了 所以我们就先去买了披萨 回来之后刚好看到女生打完 我们在等的这场呢 是男子单打的Quarter Final 然后是世界排名第四名 当时好像是第四名 他现在已经是第一名了 刚好看到这次US Open的冠军 就是Carlos Alcaraz 跟Janet Sinner的比赛 那我们也运气非常非常的好 看到了美网 算是史上第二场的比赛 那很可惜 因为他打到半夜两点多 所以我们没有看完就先走了 但是看他们两个交手呢 真的是非常过瘾 我们看完网球呢 现在要回家了 我没有办法看完 因为刚刚打到一两点吧 那如果你有在八月底或九月初来纽约的话呢 我觉得一定要体验一下美网 那如果你有在就是其他大马灌达的时候 在那些城市旅行的话呢 我也会非常推荐你可以去体验一下 那我自己最想去的是温布敦 因为我觉得他是历史最悠久 地位最崇高 然后最去声望的一个Green Slam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非常想去体验看看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啊 希望你们喜欢我的影片 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大家拜拜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啰